1987年的一天 退休在家的肖敬光打完太极拳 从院子里拄着拐杖回到客厅 顺手打开了电视 他有个习惯 虽然退休了 但是时刻在关心着国家的建设 这时电视里的播音员播出了一则新闻 说中国将不会建造航母 想来脾性温和的肖司令一下子竟然暴跳如雷 他使劲用拐杖击打着地面 一面冲着电视里面的播音员大喊着 误国误国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马上从外面跑进来问他怎么了 赶快给我接通刘华清的电话 他怒气冲冲 一边使劲用手杖点着地面 一边走向电话机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工作人员还是以最快的速度 接通了刘华清 肖敬光接过电话 披头盖脸就质问刘华清 谁做的决定不打算建造航母 听说